炫彩 炫彩是什么 炫彩是使用器 它是拿来用的 炫跟人一样有不同的气质 雕蔻炫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千言合一 好炫是什么 好炫一定是美的 古代文人他为什么喜欢好炫 好炫让它在使用中 能舒心 它是表达另外一种美 是一种气节 一种气度 讲的是什么 他是一个劳动者 我是在劳动中寻找心灵归宿 《优优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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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一颗讲者朱黛 我来自社宴的故乡 社宴有1000多年的历史 实质紧密 温润 刻之有声 有欲得精神的美称 也是中国四大名言 我的作品特点是 朴树大方 平和中有气质 一根简单的面 会有多个线 直线 曲线和斜线组成 这个面它会产生一种厚度 线条的富有弹性和粘力 我在职业过程中 是直接学习和吸收了 宋大时期的职业一些理念和美学 宋大职业讲究以用为善 塑形为主 追求线条的质感 放弃了具象的精工细琢 用抽象的线条来表现 造型上要求端装大方 整体上考虑受制的协调和理 重大的制验理念 它也受到东方浪漫走学思想 和鲁家思想的影响 也符合当时的文言幕后的审美需求 有人问你为什么要制验 其实很简单 我在制验中很专注 平和 弯掉了生活中的一切 包括烦恼和痛苦 我在想 住院是我的宿命 我生在农村 农村的孩子对读书 他的欲望不是很强 那么在农村你不读书 就要选择一门手艺去谋生 这是主顺 我早期学的是木工 打家具 少不更事 也就是半读半学 18岁那年 应征去了当兵 在部队里其实很幸运 成了一个驾驶员 驾驶兵其实当时 这种技术是很稀缺的 也很吃香 很多人都很羡慕 其实我内心里面 一直是在寻找一种东西 这个东西是什么 方向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直到退伍后的一天 一次偶牙的机会 我与寿宴有缘 当我看到一番番精美的寿宴的时候 我内心发出一种激动 我当时其实就有一种冲动 要拜师学医 其实我当时对寿宴 一点都不了解 说真话 我记得我的第一番眼 刻的是云龙 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当时老师看完以后说 你是课验的料 我心里很高兴 其实现在想想 那会验课的并不好 验台是什么 验台是使用器 它是拿来用的 所以说我对验台的理解是 研磨的木糖 一定要不小于整体设计的三分之二 这是从用的角度 所以我在自验上 选材上 我很苛刻 无论多大的验台 我一定按我心中的需求 按最美的 最好的去采 为什么 因为验台摆在第一 如果你没有好的验台 你再花再多的工 再大的精力去扣 它只是一个工艺品 因为它失去了用的功能 验永远不能失去用的功能 就是说你未来你买了验你不用 作为一个验台的制作者 用的功能是永远不能少 这是我对验的理解 所以说因为选材扣扣 不是说我们拿到验台 我可以随意找一个验室来拽扣 不是这个概念 因为买一番验台 它有不同的食品 纹理 验跟人一样 有不同的气质 你要针对买一番验台的这种气质透定 和它这番验台 你要选的验室 要跟它的整体气势一定要相合 比如说我拿了一番石头 我随意拉一个验室上去 你的这个验室很有可能 把你原来的这种天阳的文理破坏掉 我们雕扣验台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天阳合一 什么是天阳合一 就是把自然界最美的东西 加上人为的思考 你的思考 你的创作 你的表现 不是把原来的东西拉下来 而是更好的呈现 是给它加分而不是减分 所以说我在志愿中一直强调 食品和验室的搭配非常重要 再还一点 在志愿过程中 因为你把好的食品和验室搭配以后 它有可能还会出现一些你意想不到的美 你去欣赏一番验的时候 比如说同样是一个平面 怎么一个简单的一个平面 你怎么样让它有质感 有厚度 这个需要一个不同的线条 它的面 比如说它的斜面 臭面 弧面 你怎么去组合 这种组合非常重要 只有这种组合的合理 它才会产生一种美 这种美 这种组合同时还会在页面上 产生另外一种形式的光 我们叫光线美 古代文人他为什么喜欢好验 好验是让它在使用中能舒心 你想一般好的一样你研磨你的心情一定会好 这种好的心情一定会让你在书写 或者说你抒情的时候给你带来一个最佳的状态 好验是什么 好验一定是美的 那么说到这个美 其实我有时候一直在有一种联想 这种联想是结合我自己 我从我最初的一个我 一个对这个世界所有不懂的一个我 对一个世界 对人生 对人与人之间这种关系 完全不了解的我 逐渐成为今天 我能知道人与人间怎么去相处 怎么去抱拥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事情 怎么懂美 在我身上发生了很多变化 所以说我觉得美对一个人真的很重要 我们接触的一样唐宋时期的一样 其实唐宋时期是中古制宴史上的 一个极其高的一个高度 因为它的审美 不是建立在一个具象的一个表现上 它是用抽象的有一定的走学思想 辨证 比如说我们宋诞用的最多的叫禅息宴 禅就是知了 那么禅息宴它有两种语言 一种语言是纸板禅形 更抽象 一种是如意 用的最多的是荷叶禅行 荷叶是什么 水中花 对不对 水中芙涌 出乌你而不养 它符合文言气质 禅是什么 禅是资料 资料停在哪里 资料停在树上 它是石干露 对不对 不食人间引火 它也是符合文言气质 所以说这两款验室 这个是荷叶型的一个禅行验 这两款验室也是宋诞 用的比较多的 长行验 而且是变样 变形变得比较多的 这跟当时这种文言的情怀 和他们的审美理念有关系 所以说所有的艺术 它都来源于生活 只是不同的人 不同的理解 不同的表达方式 有些人刻肠 比如说我们清代代刻肠 他会把肠刻得很具象 你一看很逼真很显实 它也是一种美 是一种工匠美 对不对 但是在宋诞 它一定不会这样 为什么 宋诞的字眼有很多 不是纯粹的将颜 它是有很多文言参与在里面 它是表达另外一种美 是一种气节 一种气度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未来的路是不是对的 在我新认识的一个朋友 也是著名的画家 李虾口老师 我在他那里找到了一个解答 有时候我跟他交流 我说我对我宴台的事业和发展 我是很明瞒 那么李老师他用简单的一句话 把我心中的节给化解了 他说祝代 其实我们谁都不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 明天不是你的 你只有把今天做好 你做好了今天 明天才有可能是你 我觉得他这句话我非常受用 我现在一直都记在心里 同时也有人问 你每天都在重复做一件事 同样的事情 又很辛苦 又很劳累 一直坚持到今天 是什么东西在促使你 当今有很多人 他们也喜欢美 比如说学琴 学书法 学跳舞 学各种各样的东西 但他们只是一时肉 很快就不会坚持了 其实我在这里想说的是 我的喜欢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而他们的喜欢有可能是 受周边环境的影响 不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这种喜欢一定会随到它的环境改变 发生改变 一个人只有你真正发自内心的喜欢 你的事才可以永恒 才可以坚持 我说过金字塔不是一天堆成的 我也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也有人说 住院是在重复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用心的时候 在创作作品的时候 它里面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这些不确定因素 都会直接影响到 你未来作品出来的气质和表现的美 所以说我们一直在重复做一件事的时候 你用心了 那么你出来是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经常说同款不同器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同样一个款式 我仿佛去做 对不对 但是我每一番艳台 它出来的气质是不相同的 形式可以一样 语言和气质可以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是跟你当时的心境是有关系 你的心会取决你未来作品 呈现给别人的是什么样的美 比如说你当时的心很急躁 你出来的艳台就是我们说的火气 一定会有 是因为什么 你的表现方法 其实人家说作品如人 什么叫作品如人 就是你的作品 真正短寒连 他看你的作品的时候 他就知道你这个人 你当下的心境 你最近的状态 我记得我早期 我做了一番荷叶宴 我这里从中介绍一样 这个人是影响我 也是把我引向唐宋燕制作这条路上的 他叫孙婉萍老师 他当时看到我一番艳台 他说 朱戴 从你的艳里面 我知道你内心很平静 也很干净 其实我当时根本不懂 也不了解这句话的意思 但是今天我回头想想 我能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 在这里我只想说的就是 我是一个匠员 匠员是什么 匠员其实就是干活的 就如专家瓦匠匠匠 他是一个劳动者 我是在劳动中寻找心灵归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